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后来 巡域支持曹操凤宁汉县地迁都许县 为曹操的统一战争顺理实施奠定了基础 关渡之战时 曹军粮草殆尽 想要退守许昌 在巡域的劝说下 曹操坚守城池 等待时机 终于在乌朝歼灭援军七万余人 为统离北方下了基础 后来 巡域因反对曹操称卫功而惹怒了他 在曹操征讨孙权时 派巡域到桥县慰劳军事 便乘机把他留在军中 不久后 巡域在寿春忧郁而亡 巡域一生忠心于大汉 并辅助曹操平定乱世 其君子之心令后人钦佩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